- 近日,央视播放的一集纪录片中,出现了一句话叫国人沸腾的话,那就是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轰到二世言发取的重大进展。 - 这句话播出后,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,这是中国首次向外界证实中国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的项目编号,也是中国首次向外界透露新型轰炸机的研发进展。 - 尽管目前外界对于这个重大进展一词,背后隐藏的意思,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理解,但仅仅是这一句话就已经能够让军迷们浮想连篇了。 - 那么,中国空二世究竟,会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? - 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从中国未来的作战环境,来反推新型隐身轰炸机,所需要具备的能力。 - 首先,从作战需求上看,如果想要使用空二世打击最大战略假想敌的本土地区,那么就意味着空二世是要具备跨扬洲际飞行。 - 以美国的B2隐身轰炸机为例,其最远作战航程,达到了1.2万千米,在进行空中加油后其最大航程达到1.8万千米,一般每次飞行任务时间,都超过了10小时。 - 轰-20隐身轰炸机的主要目标,应该主要是核强兼备,打击敌国本土的能力,否则中国三位一体核反击作战目标,就很难实现,这一点和美国B2轰炸机基本一致。 - 此外,美国在中国附近建设众多大型军用基地,未来可能爆发的常规战争中,这些目标也是首要打击的对象,例如至中国仅2500公里的空岛美军基地。 - 在经过美国多年精心建设以后,已经建设了多个大型海空军基地,目前其已经可以容纳180架战机,还可以共80多艘军舰侵考,这其中包括B2隐身轰炸机,尼米兹基航母等先进武器装备,其在战时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。 - 所以关岛大人不让,成为了中国的常规战争,中首要的作战目标。 - 值得注意的是,为了增强战略轰炸机的作战灵活性,以及提高提升存性能,轰20的部署基地很可能会是集中在中国的内陆地区,例如目前中国就有部分轰6K轰炸机是部署在关中地区,这显然是属于在二线部署。 - 所以轰20在打击远距离目标,时可能还需要加油机的支持,如果轰-20想要具备优秀的性能,那么其必然要装备一款好的发动机。 - 令国人欣慰的是,中国的这款新型战机,比较罕见的,没有受到太多发动机问题的制约。 - 就目前来说,工期选择的发动机还比较多的,其中包括了涡扇10A非加利型号,涡扇18,涡扇-20这三款发动机。 - 同样以美国的B2为例,其装备了四台机翼公司,研发的F118-110非加利涡扇发动机,其进推力为8.6吨。 - 而中国目前和这个指标,接近的发动机,就是涡扇10A涡扇发动机,外界预计激进推力,也在8.6吨左右,而且该型发动机在近两三年来,已经开始大规模装备,到了歼11B和歼16两款战机上,显然其成熟度,可靠性都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。 - 预计轰-20将会装备四台窝扇,是A非加利型号,这样就基本可以满足其推力要求了。 另外值得一提的,F118的前身就是F101系列发动机,其最早是在1983年9月通过定性病症式交付使用的,而我国直到近几年才拥有同类成熟可靠的航空发动机,所以可以看出中国豪博,渲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总的来说,出于降低技术难度和风险方面上考虑,中国的轰-20起最好的参考对象就是美国的B-2轰炸机,亦或是更新的B-21轰炸机。 不过后者目前公布的消息非常少,美国对其进行了高度保密,有趣的是,按照计划,美国的B-21轰炸机,将会在2025年以前首飞。 游戏方分析人士指出,轰-20轰炸机的研制,当前可能已经进入盗氧机的制造阶段,如果一切顺利,最快可能会在两年内获证适量下,所以届时两者首飞后的性能比较,也将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。 填过来完。